下面我们来看看 乌和关节最常见的影像学检查 注意这是不是我们需要 各位跟着王老师一块 从解剖到影像学 那我们是不是回来拿着这个片子 就会看 而且见到这样的题 我们都知道 注意还是那句话 记住该记住的 首先咱们来看的是长骨骨折 长骨包括的是谁呀 你告诉我哪些地方属于长骨 其实很简单 是不是就是我们四肢骨 最主要是不是就是四肢骨 有胳膊有腿 对不对 这个属于 那么对长骨骨折来讲 最常用最基本的方法是X线 不是CT 听清楚没有 CT不是长骨骨折的一个 常规检查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可以发现 只有那结构 也就是解剖结构比较复杂的部位 比如我们说讲的骨盆 宽管节 肩管节 脊柱 这些还有面部 我们知道这些的地方的 也就是我们的关节呀 包括我们的这个骨头啊 是不是往往都是不规则骨 像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是可以通过谁来进行检查的呀 可以通过CT 对不对 可以通过CT 这样他就在他的在这些不规则骨里面 我们对他的诊断 对他的骨折 对他的碎片 哎 这个比做CT 比X线要怎么了 要有优势 所以你要是胳膊腿断呢 各位 那首选的还是谁呀 X线 那么你要是喷骨骨折了 对不起 那你要做什么 效果比较好 看的比较轻呢 就是CT 持工症 这个地方大家注意啊 持工症骨折 它是不如CT的 换句话来讲 我们的持工症对什么最有用啊 是不是对软组织 对吧 它对于孤来讲 孤隔来讲 它是相对来讲 是肯定是没有CT好的 好嘞 我们知道了 他们咱们在长骨骨折的时候 以及在骨折的时候 用什么时候用X线 什么时候用CT 而不是用M 我们所讲的持工症 好 我们下面来看长骨骨折 注意 长骨骨折最主要是有 咕皮质和咕小梁出问题了 那么何为咕皮质和咕小梁呢 我们跟着一块来看看解剖 好不好 这是咱们的整个一个骨头 骨头外面的是有一层皮 这个在临床上 我们把它叫做骨膜 咕膜 咱们再把这个骨头给它再切开 切开里面是不是有一个枪膝 这个枪膝 是不是我们把它叫做骨髓枪 对不对 那骨髓枪里面肯定装的是什么骨髓 对于人来讲 在儿童时期 我们这个骨髓里面都是红的 它具有造血功能 等到成人了以后 我们有的骨髓 它就不具有造血功能了 那它就变成了黄的了 所以咱们在生活中 有个同学说 王老师我拿一个大的腿孤 也就是 当然是猪的 或者是牛的 大腿孤 咱们给它一顿炖了以后 拿个吸管把这个骨髓给吸进去 说的我可以补我的骨头 其实你会发现 这里面最主要的成分是谁啊 是大量的油脂 是大量的脂肪 所以你喝了以后你会感觉到腻啊 就是因为你相当于你喝了满满的一口的是油 那个感觉是一样的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的就是把这个骨头 咱们给它怎么切开 一切开了以后呢 最外面的这一层呢 骨头呢 它的密度相对来讲比较致密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 骨密质 注意啊 这个我们把它叫做骨密质 其实就是咱们所讲的骨的皮质 再往里面走 大家可以看这个是成分货状的 我们把它 它的密度相对来讲比 外面呢 是不是要疏松 要低 那我们把它叫做什么 骨松质 看到没有 一个是骨密质 一个是什么 骨松质 骨松质再往里面延伸呢 大家可以看这个成分货状的 像一个一个的桥梁一样的 我们称塔为是什么 骨小梁 各位咱们放大了 来看一看 这个外面是不是咱们所讲的什么 骨密质 又叫做骨皮质 里面的这个延续进来了以后 是不是就形成了什么 咱们所讲的骨小梁 也就是他们共同构成了咱们的骨松质 好嘞 这个咱们知道了骨的结构 有同学说王老师 我知道了骨的结构 但是我不知道 一片子一出来 哪个是腿 哪个是手 手臂 那么OK 我们下面是不是要来了解一下啊 现在把手 注意解剖位置 是不是掌心朝前 对不对 掌心一朝前 我大拇指是不是朝外的 小拇指是不是朝内的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没有啊 咱们的骨头 手臂的骨头 它的外面的是谁啊 是饶骨 里面的是什么 是吃骨 所以咱们学解剖的时候 是不是有一个内吃外饶的一说法 对不对 内吃外饶 那么其实大家可以直接都怎么说呢 就是说外面我们是饶骨 里面是吃骨 OK 这个是咱们的手 咱们的手大拇指这个地方 它应该是什么骨 饶骨 而吃骨 是不是相对来讲是在里面的啊 这点大家要清楚了 现在各位先我们通过X线 是不是也出来了 哎 这个地方呢 也就是咱们所讲的什么 持骨 持骨是不是在内侧 饶骨是不是在外侧 其实还有一个 我们可以知道的饶骨 是不是相对来讲比较粗一点 好嘞 我们说了上直 咱们是不是要说的是下直 下直呢 最主要的 大家知道它是要负重的 它要支撑着我们全身的重量 所以呢 它的骨头相对来讲 比上臂的骨头 是不是要怎么的 对 是不是要粗一点 那么再粗一点了以后 咱们照样的是看 这个下面这两个骨头啊 上面的 大家知道那一是不是就一个骨头 是不是叫骨骨 就像我们所讲的 手臂这儿是不是就一条骨 一个骨头 是不是叫做什么 叫做拱骨 也叫做 有的同学 好把那个字读成红骨 那我们下面 经常的咱们中国有一句话 叫做骨骨之臣 骨骨是在这儿 骨骨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说这是两个我们人体相对来讲比较粗的 可以说应该是不能够叫做之一 应该就是它两个应该相对来讲是最粗的 好嘞 我们不说它们最粗的两个骨头 咱们最主要的再来看看下直的两个骨头的 就是从膝盖到脚的这一块对不对呀 那么膝盖到这个地方呢 它最主要是不是也有两个骨头 一个骨头是不是粗 一个骨头是不是细 那这个在我们这地方讲的是什么骨呢 是筋骨和肥骨 是筋骨和肥骨 各位我们可以看看这个地方 你猜一猜是筋骨粗还是肥骨粗呢 诶注意啊 一个是筋骨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肥骨 各位是筋骨粗还是肺骨粗呢 肥骨粗呢 大家注意啊 有劲的骨头是粗的 所以说这个粗的是我们所讲的筋骨 而这个锡的呢 就是肥骨 好了 我们知道了它的上直和下直的骨头 各位我们下面正式的来进入到就是谁呀 是不是肥骨骨折了 对肥骨骨折来讲 大家注意啊 对于X现场来讲 我们可以看这个地方是不是 它的估批值是什么 是延续的 但是你发现没有啊 这个呢 是不是它的估批值是不是就出现了什么 是不是出现了中断 而且这个时间它的边缘 我们可以看是不是锐利的 而且中间是不是要有间隙的 线状的透亮意义 哎这个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看到 它是不是有骨折线 对吧 有骨折线 那我们来看这个是不是看的就更清楚了 首先第一个 它的估批值是不是中断了 在这个地方是不是中断了 而且你会发现它的边缘 这个地方 是不是还要有一个透亮的地方 也就是线状的透亮意义 其实这就是我们所讲的谁呀 骨折线 而且我们要是给它看了清楚的情况之下 你可以发现里面的骨小梁呢 是不是也是断捏的和外去的 OK 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到没有啊 它是不是有骨折了 那它是颈骨还是肥骨呢 我们明显可以看到是不是吸引的 那这个在临床是不是就肥骨 明白了没有 所以说它是幼的肥骨骨折 哎呦我同学说王老师 我到时候我分不清楚 它还是左还是右 其实你会发现 它的体里面会告诉你 是哪一侧有外伤 对不对 好嘞 我们可以看这些 是不是大家非常清楚的 是不是就有它的骨的什么 它的骨皮质是不是就中断了 而且它的里面是不是还出现了什么 咱们可以看 这个地方是不是还有有骨折线呢 对不对 还有骨折 这个大家知道简直是太恐怖了 就相当于我们有一个柜上的中间 直接就给它怎么了 折断 这个骨折是不是让人看得是触目惊心的 好我们下面呢 重点来说的就是基柱的骨折 基柱长在哪里呢 大家首先第一个是不得知的 我们经常说讲的这个大骨头 对不对 这个基柱它是支撑着我们的人 支撑着我们的人 但是基骨也就是咱们所讲的椎骨啊 它最主要的是什么 是像鸡木一样一块一块一块的 它是排列起来的 就像这样看一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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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其中它的颈椎有七块骨头 胸椎有十二块骨头 而腰椎呢是有五块骨头的 所以说我们经常说讲 颈椎胸十二 还有什么腰五 底骨是不是一块的 那么骨头和骨头之间 这个是不是叫做 我们就把它叫做椎骨 对吧 我们就把它叫做椎骨 那么椎骨和椎骨之间 大家注意啊 椎骨和椎骨之间 这个 以及这个 这个 那我们把它叫做什么 椎间盘 椎骨和椎骨之间呢 我们就把它叫椎间盘 OK 大家注意来看啊 它的肌柱骨折最容易发生 发生的是在什么地方啊 一个是在胸椎的下段 一个是在腰椎的上段 那么也就是在胸椎和腰椎这个地方 往往是单个的椎体来进行损伤的 那么咱们在临床上最常见的就是从高处掉下来 然后脚或者臀着地的时候 那这个在临床容易导致的是腰和胸嘴的这个地方 那下面我们再把这个椎骨它的解剖 咱们来看一看啊 这样的情况下 以后我们到后面去说的时候 哪个地方哪个地方的时候 大家就非常的清楚了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的就是 这个比较大的 这个比较大的一点的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啊 首先我们把这一个椎骨单独的拿出来 大家注意看啊 这上面一个什么半圆形的 这个叫做什么 我们把它叫做椎体 听见到吗 这就是咱们说的椎体一个一个的弄起来 那这个处的比较也就是非常长的 这个叫做寄图 哎 椎骨的什么寄图 对不对啊 还有呢 我们这个地方呢 叫做横图 哎 这两个出来的叫横图 注意注意 王老师要重点说的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叫做椎间孔 叫做椎间孔 注意啊 一个椎间孔 两个椎间孔 三个椎间孔 落到一起 我问你是不是就是一个管状 那么这个管就叫做什么 就叫做椎管 哎 这个地方大家注意啊 椎管 那椎管里面是什么呢 椎管里面的东西可了不得了 为什么 这个里面是我们所讲的脊髓 哎 是我们的脊髓 这个脊髓 可是我们的中枢神经 也就是说我们从大脑发出来的命令 以及我们身体采集的信息 其实都是通过椎体来进行上下走的 所以说这个地方就像我们的高速公路一样 他有上行的有下行的神经在这个地方 在我们的椎管里面来进行完成的 哎 那你要是损伤了 他这个在临床是不是就很麻烦 下面我们来看椎骨的骨折 这个人是不是从高处掉下来的 掉下来的 他最主要是腰衣有一个压缩性的 蝎形的骨折 看到没有啊 这个地方是不是咱们所讲的是谁啊 对 这个就是咱们的腰衣 腰衣它发生了一个蝎形性的改变 注意 有对说王老师我看的不是太清楚 咱们给它放大一下 明显的是不是可以发现这个腰衣出现了一个什么 是不是一个蝎状的一个一个蝎状的一个骨折了 对不对啊 特别有意思的时候 它是不是椎间隙往往不发生改变 而且它的肌柱是不是可以往后面来进行图了 哎 这个在临床就是我们所讲的什么 肌柱的骨折 但是X线这是普通的X线 那我们就要来说到说到CT的问题了啊 CT在进行追股骨折的时候 它是要优于谁啊 我们刚才所讲的普通的X线片 为什么啊 大家知道它是不是个横断扫描 那么它就对于我们这个骨折肌柱啊 它这个它属于不规则骨吗 所以说对它的骨折的定位啊 骨折的类型啊 以及这个骨折了后这个片 动了没有动啊 以及它的椎管有没有变形啊 有没有狭窄啊 是不是这样的情况之下 看的都比我们这个普通的 是不是看得清楚 你看咱们所讲的这个地方 它的椎间盘到底改变 它的椎管到底发生到什么样的改变 我们通过相应的普通的X线是看不出来的 那有个同学说 网友说哦我知道了CT肯定是比谁啊 比咱们普通的这个X线要看得清楚 但是你不是说吗 持公正它最主要在我们的基础骨折中 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各位它最主要是看软阻值 你像我们可以看椎间盘之间 也就是说椎骨和椎骨之间 咱们来看一看啊 前面咱们是不是说了 咱们来看一看 哎看一个是什么呢 咱们刚才所讲的这个地方是不是就叫做椎间盘 对吧 椎间盘它是软阻值啊 哎这个椎间盘是软阻值 所以说我们就可以通过持公正 看看椎间盘有没有突出 韧带有没有一个撕裂 哎这样的情况之下 对于它的基础的 也就是椎间盘和什么韧带的撕裂 这个诊断意义要比CT要好 明白了没有啊 它这个当然还要比谁看得要更清楚 这是我们所讲的 持公正和CT在咱们基础的骨折里面 它所起到的作用 各位下面我们可以通过 它的一个什么CT二维 进行重建 二维重建以及三维重建 咱们来看一看啊 这个地方是不是基柱 基柱明显是不是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是不是有压缩 哎咱们再来看这个地方 基柱是不是也有什么 是不是也是有压缩的 再来看这个侧面上 咱们一看是不是这个地方就有什么 是不是有基柱的谁啊 对是不是有基柱的骨折了 好那么这是我们通过什么 是不是通过X线是不是看到的 对不对 那你这个X线和CT比起来哪个更清楚啊 显然是不是CT清楚的 各位下面我们来看一看 大家非常熟悉的 几乎很多青壮年都容易多发的一个叫椎间盘突出 而且呢是腰椎下下段的腰椎最容易发生的 那么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就是椎间盘 各位看看啊 这个是不是椎骨和椎骨之间 对不对 而我们所讲的椎骨和椎骨之间 这些都属于谁啊 是不是都属于它的椎间盘所在地 对不对 但是我们要是给它拍出来X线的时候 你会发现是不是在这个地方的 这个地方呢我们往往又把它叫做椎间隙 因为对于椎间盘来讲 它是不是个软组织吗 对不对 它是软组织 所以说我们就看到好像是椎骨和椎骨之间的一个间隙 咱们再拿这个模型让大家来感受一下 这是不是椎骨和椎骨 那这个地方是不是就咱们所讲的椎间盘 它是软组织的 那椎间盘它是有什么构成的 大家注意它最主要是有我们所讲三种结构 它的最核心的理念 我们把它叫做随和 把它叫随和 那么往外面这个地方呢 也就是它外面这个地方有一个线维板 也就是有线维组织 它的上面这个地方 大家知道它是一个什么 是个软骨板 是个软骨板 OK也就是说它从软骨板逐渐逐渐的往下走 也就是像当于我们吃的那个什么一样啊 咱们吃的那个糖心荷包蛋一样的 里面的心大家知道是不是可以相对比较软一点 上面外面的是不是稍微硬一点的 OK这个在临床就叫做椎间盘 各位我们可以看所谓的椎间盘突出 是不是就突出出来了 有的同学王老师椎间盘突出有什么了不起的 了不起 太了不起了 太烦人了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它 这个是什么东东呢 大家注意看啊 这个像有的同学说王老师像一个黄色的绳子一样的 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脊髓 脊髓是什么啊 脊髓它是我们的中枢神经啊 各位 中枢神经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呢 我告诉你它有多了不起 我们身体里面例如我扎你 我摸你 或者是烫你 那么这些所有的刺激是不是都坐中在我们的什么皮肤啊 粘膜啊 以及关节 那么这些信息呢 他们都要通过这一个什么 挤髓把信息报告给脑袋 有同学说王老师我不报告怎么地 不报告 我挣扎你 你也感觉不到 那我问你在临床是不是就因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往上保 明白这个意思了没有 所以你在临床哈 一旦你要是把我们这个上行的通道 也就是说把信息往上走的这个通道 你给我压迫了 你给我损伤了 对不起 那我的信息就传不过去 那再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就像咱们的高速公路 你这个高速公路怎么了 我下面我种的菜呀 我种的什么东西 我问你我是不是通过高速公路 我是不是往上走 送给谁呀送给北京啊 现在可好你把这个高速公路 你给我干什么 由于追尖盘突出 你是不是给我堵住了 你我堵住了以后 我问你我还能不能够送到北京啊 送不到送到北京 我问你北京是不是就没有蔬菜吃 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一样的道理啊 我把这个信息往上传 你在这个地方给我阻断了 我本来是八车道的快速通道 对不对啊 哎 有往上走的 是不是往下传的 那么你现在你给我干嘛 你给我进行了 突出 你突出就相当于 你在高速公路上这个地方 你放了一个大石头 你给我堵在那里了 那我为你这个 在信息传递的过程之中 是不是要受到影响 好 这还不是 这还不是 还没有完结 还有 有的人说王老师那还会出现什么问题 你注意看啊 这个脊髓 他不仅仅从下面的信息 往脑袋里面进行传 这个大家知道是不是感觉 还有呢 我的大脑往下传 支配着我的肌肉的 这个信息呢 也是从脊髓走的 那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你看王老师的手啊 我是不是大门子动 中子这个什么 食指动 中子动 我是不是可以控制 我是不是可以动 那你告诉我 他为什么能够动 那肯定是是我大脑支配的 我大脑让他动 他就动 不动 他就不动 看到没有啊 那这个信息通道是从哪来的呢 他是从我们的 从我们大脑皮质出发了后 通过脊髓 出来的 最后 他坐中到我们的这个 肌肉上 诶 那就像当于咱们看的那个皮尔系一样的 皮尔系 大家知道我拿个绳子 我一揪 我一拽他那个手是不是就动了 那个绳子其实就相当于我们的脊髓 现在可好 你的椎间盘突出了 你把我这个绳子给我干什么 你是不是我动不了 我我使劲拽拽拽 我卡住了 对不起 那这个手是不是就不动了 这个肌肉是不是就动不了 所以你会发现没有 椎间盘突出的情况之下 最严重 是不是可以导致瘫痪的 我这一说 你是不是开始害怕了 第二种 哦 governments 我害怕 他不仅仅他要压迫到你这个里面的 是管感觉的 那我问你 最经典的是不是就疼 对不对 他要压迫的 他管运动的 那最经典的 最严重的是不是就瘫痪 那瘫痪了后 肌肉是不是慢慢的萎缩了 这个在临床就叫做 椎间盘突出 各位我们下面来看看 椎间盘突出 它的X线可以看到什么 首先第一个我们来看的 就是椎间吸变窄 各位王老师用一个大的图片 我们翻过来来看这个 这个图片 是不是看得最清楚了 我们可以看到没有 这个两个他明显的 是不是椎间吸是不是变窄了 对不对 这个椎间吸变窄 这个在临床 其实就是我们所讲的谁呀 对我们的椎间盘突出的时候 一个典型表现 就是椎间吸变窄 我们可以看这个 是不是也可以看清楚 这个地方的椎间 看到没有 椎间吸是不是要比 我们的正常的椎间吸 是不是变窄了 对不对 这是其一 其二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椎体的后圆 发生了像嘴唇一样 嘴唇大家知道是变厚了 对不对 这个时间可以表现为 它是真厚的 你看到没有 这个地方是不是 出现了一个问题 我们再来看这个地方 是不是也可以变厚了 好 我们还可以再来看一下 咱们来看一下的 这个地方是不是变厚了 对不对 像嘴唇一样变厚了 这个地方根本的问题 就是椎间盘这个地方 它形成了孤桥 或者出现了一个 或者有一个油力的孤框 那这个在临床 就表现为什么了 变得肥厚了 好 我们这地方最关键 最关键的一点 是不是就是椎间吸变窄了 而且还可以出现一个 我们把它叫做徐氏结结 那么徐氏结结是怎么回事呢 它是在椎体 看到没有 这是不是叫椎体吗 椎体上它的这个地方呢 软固板破裂了 你们发现没有 我们这个椎体这个地方 是不是相当于 是不是缺一块了 对不对 这个时间呢 我们的随和 咱们的椎间盘的随和 就可以进入到这里面 所以你就发现了 没有啊 我们一做X线的时候 这个地方缺一块 看到没有 它是不是缺一块的 缺一块是 其实是缺了没有 没有 我们的随和 咱们的什么 椎间盘的那个中心 那个地方 就像那个糖心这样的 那个心 它是不是挤到这里面去了 但是它是软组织啊 所以说我们通过X线 是不是看不到 你就相当于这个地方 有个有个东西 好你看 抠下去一块 这个在临床 我们就把它叫做什么 就叫做虚实节节 好了 这个我们可以看到 明显的X线的表现 是不是看 椎间监变载了 这个咱们 这个图是不是就告诉我们 随和 是不是可以指出来吗 对不对 好 这个咱们可以通过 这一个CT 咱们可以看到了 没有啊 它这一个什么了 出现了椎间盘的突出了后 是不是可以压迫 我们的椎管里面的什么 脊椎 这个红箭头 大家是不是就可以看得清楚了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 这一个 它的X线 大家注意来看啊 我们可以把它的X线 和它的CT 是不是放到一起来 那么你们告诉我 哪一个地方 有一个椎间盘突出啊 对 咱们可以看红箭头指的 这个红箭头指的 首先第一个 大家注意来看了啊 我们的脊椎 是不是稍微有一点压迫了 对不对啊 好 咱们再来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不是也有一点了 对不对 好 我们再来看 你要是轻微的改变 这个时间 我们还可以通过什么 CT 是不是来进行发现了 它可以突出出来 这样的情况之下 是不是就可以压迫我们的肌神经 那我在临床上 我们可以通过CT 是不是看的就更清楚了 那么CT呢 可以把椎间盘的突出呢 按照它的程度呢 可以给它分为三层 也就椎间盘先是怎么了 变性 然后是膨出 那么最严重的就是谁啊 就是突出 突出出来了 突出这个就是咱们所讲的 是不是它直接压迫到我们的什么 肾经 那椎间盘突出 我们经常所讲的突出 是不是最严重呢 而CT 我们直接可以看到的 就是它的什么 椎间盘的后缘 是不是变形了 而且有局部局限性的突出 诶 那这个在临床 是可以通过CT发现的 我们还可以通过谁啊 持功证 注意啊 持功证是整段 椎间盘突出的最好的办法 诶 是通过持功证的 而持功证 大家可以发现的没有啊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丝状面 是可以看到 突出的椎间盘的什么 向后突出 这个是不是就很清楚吗 我们的模型是不是 它是向后 这是丝状面吗 向后来接近 那么横断面的时候 咱们可以看到没有 这个是不是横断面 它可以看到 它的椎间盘的突出 可以让我们的椎体的后缘 是不是就突出来了 诶 这就是我们所讲持功证的问题 各位 各位 那么你们现在 我们现在需要知道的是什么 X线是不是入于长骨的骨折 CT最主要是不是入于基柱的骨折 对吧 椎间盘的突出 我们最主要是用的是什么 持功证 这点们要注意了 那么对长骨骨折来讲 X线最主要是不是有骨折线 对不对 而对于咱们所讲的 椎骨骨折 它最主要的 是不是可以出现 蝎状 椎体 是不是发生到蝎状的改变 对不对 这个是它的关键 往往它的椎间隙 是不是不改变的 而我们所讲的椎间盘突出 往往是不是椎间隙 是什么了 间隙 是不是是变载的 而且是不是可以 向后捧出 挤压我们的 椎管 也就挤压我们的脊髓 这个这三点 大家一定要记住了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